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蓝沧江边上一个叫沧原县的地方 沧原瓦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的西南部 这里有连绵的群山,茂密的热带雨林 在这片外人很难涉足的区域里 不仅生长着不计其数的奇花异草 而且也是很多珍稀野生动物的理想家园 此外,相传密林中毒虫遍布,胀气弥漫 人们稍有不慎就可能有生命威胁 不久前,一个户外探险队走进了滇西南这片深山密林区中 热带雨林的独特风景 让第一次参加户外探险活动的小凡 陶醉其中兴奋不已 也就是在小凡一次次的驻足欣赏美景的同时 他和探险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最终和同伴们失去了联络 当他试图追赶上前面的队伍时 一场致命危险正在悄然无声地向他袭来 感觉有东西咬了我一下 过了一会儿,不知不觉的,就给晕倒了 当失去知觉的小凡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躺在一栋木头结构的房子里 旁边生着一堆火 周围还有几位穿着黑色民族服饰的人 一边说着他听不懂的语言 一边在忙忙碌碌地说这些什么 随后,小凡从一位会讲一些汉语的村民那里 了解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 原来,事发当天 小凡在热带村民里被毒蛇咬伤后昏倒了 幸好被居住在附近的村民及时发现 把他背到了村寨之中 寨子里的民间医生用他们传统的疗毒方式 对他进行的救治 他才得以脱离的险境 村民的说法让小凡惊叹不已 在庆幸死里逃生的同时 他更是对自己的遭遇充满了好奇 一般来说 人一旦被毒蛇咬伤 需要有抗蛇毒血清才能救治 村寨里的民间医生究竟是用什么药物来化解蛇毒的呢 这脸上和这个腿上都黏黏乎乎的 不知道抹着什么东西 难道那些涂抹在他的伤口和脸上的神秘物质 就是可以解毒的神药吗 痊愈之后 当小凡准备离开时 他得知 这个村寨叫做翁丁村 所在的这片区域叫做阿瓦山 村民还告诉小凡 在阿瓦山的山顶 有一个指定数百米的神坑 千百年来 这个神坑一直保佑着他们祖祖辈辈 能够平安健康的在深山密林中生存下来 马族人怎么会拥有治疗蛇毒的奇特能力 村寨周边的神坑中 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为了一探究竟 地理中国设置组 指定前往阿瓦山进行考察 可是在临行前 记者查找了几个版本的地图 都没能在滨西南地区 找到阿瓦山的名字 难道是小凡听错了山脉的名称吗 通过咨询地理专家 记者得知 原来阿瓦山并不是哪一个山脉的名字 在滨西南的苍元瓦族自治县 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瓦族 因而人们就把瓦族聚居生活的这一片山地 统称为阿瓦山 从昆明到苍元瓦族自治县的直线距离 虽然只有350千米 但是山路崎岖难选 要驱车一整天的时间才能够到达 路途中我们了解到 瓦族村寨大都位于大山密林中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和外界沟通较少 因而当地的瓦族人大都不会讲汉语 必须要找到精通瓦语和汉语的专家 来配合考察队的工作 卫城瓦族人 在苍元瓦族自治县文化局工作 是研究瓦族传统文化的民俗地理专家 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瓦族留下的珍贵遗产 随着车辆在阿瓦山里穿行 道路逐渐变得狭窄 但是两边的植被却越来越茂密 在翻过了一个山头之后 记者看到 路的两边矗立着一些奇怪的树桩 每个树桩上面 竟然都悬挂着一个牛的头骨 牛头挂得越多 就是乡政的这个村寨也富有 贵城告诉记者 牛头桩是瓦族村寨重要的标志 最大的村寨会有上千个 画着牛头的木桩或者涂桩 立在通往寨门的道路两边 贵城说 通过了这条布满牛头桩的道路 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 翁丁寨的寨门了 翁丁在瓦语里的意思是 云雾缭绕的地方 因为这里地土阿瓦山深吐 海拔高 常年雾气环绕 所以有了这个名字 从高处俯瞰翁丁村 记者发现 瓦族村民居住的茅草屋顶 紧密相连 错落有致 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跟随卫城 考察队步行前往翁丁村 就在距离寨门 还有不到一百米的地方 记者突然看到了一幅 令人恐惧的场景 只见两条蛇拦在了道路的中央 卫城告诉我们 这是当地的一种传统习俗 五蛇 大可不必害怕 这些蛇都是在人的控制之中 果然 这时候 一个穿着瓦族服饰的村民走过来 轻而易举的 就将两条蛇抓在了手中 附近那个林子里 有有毒的蛇吗 也有 但是抓不着 不好抓 万一被咬到 就 有不着 五蛇的村民说 他手里的这几条蛇 是一种水蛇 毒性并不是很强 在翁丁村 蛇被看作是一种 驱灾避祸的吉祥之物 但是看着水蛇 在他的手里不断缠绕土信 记者依然有些毛骨悚然 魏城告诉我们 毒蛇喜欢闷热潮湿的环境 而翁丁村所在的阿瓦山 正是湿热的热带雨林 因而山林里蛇虫密布 贸然进入非常危险 在阿瓦山 每年几乎都会发生毒蛇伤人的事件 而在夏季 毒蛇有时也会爬进村寨里来 这让记者不免有些疑惑 在毒蛇遍布的环境下 翁丁村里的人们 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这难道是因为 他们拥有一种 能够对抗蛇毒的神奇药物吗 民俗地理专家魏城告诉记者 瓦族人之所以能够在毒虫遍地 野树冲没的地方生存下来 是因为瓦族人得到了神灵的庇佑 那么这种庇佑究竟是什么 魏城告诉记者 两天之后 当地将会举办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 只要亲身体验一下 就能够发现其中的奥秘 专家的这些话 让记者感到十分好奇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 活动举办的地点 是在苍原县的县城 考察队从翁丁村驱车三十多千米 来到苍原县的文化广场 活动还没有开始 记者看到广场上 已经是人山人海 人群的四周摆放了很多黑色的大缸 每个大缸上都盖着盖着 周围还有专门的人员看守 大缸里究竟有什么呢 就在记者感到疑惑之际 几位穿着红黑相见瓦族服饰的老人 走到了广场上 用瓦语宣布活动开始 忽然间 整个人群就沸腾了起来 展现出和刚才不同的景象 眼前的情景让考察队目瞪口呆 而大缸里的秘密也被揭开了 原来每一个大缸里装的都是黑色的泥浆 广场上来自周围村寨的人们 不管男女老幼都将大缸里的黑泥 涂抹在对方脸上身上 专家告诉我们 马族的这个民俗活动 叫做摩尼黑 四十 广场上气氛已经越来越热烈 就连一向爱美的瓦族上女 也充分享受着泥巴带来的快乐 那么摩尼黑活动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瓦族人聚居的阿瓦山地区 对于气候炎热 强烈的阳光照射和蚊虫叮咬 更让他们难以忍受 一个偶然的机会 瓦族仙民发现 水牛在泥地里打滚后 全身覆盖了黑泥树叶 不仅能够防晒 还可以起到防止毒虫叮咬的效果 于是 这些仙民也学着水牛 在身上涂满泥土 再在树叶堆里一滚 全身就沾满了叶子 这种天然的保护衣 让瓦族仙民摆住了日晒 蚊虫叮咬的困扰 久而久之 瓶狱也就逐渐成为了瓦族人 为了适应高山热带雨林环境 而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 卫城告诉记者 模拟黑活动的名称来自瓦语的谐音 其本意是盖娘部落 而娘部落是瓦族的一种神药 是由黑泥和中草药混合而成 其中含有的中草药不同 致病疗效也就相应不同 小藩当时被毒蛇咬伤 给他涂抹了黑泥中 就是含有了某种能够抗蛇毒的中草药成分 加上治疗及时 才使他得以脱敌危险 与此同时 考察队还了解到 药效最佳 也是最珍贵的娘部落之中 含有一种俗称不死草的药物 传说这种草药所有的叶子都是半截的 仿佛被刀整齐的切割过一样 因而也有人称它为半截藤 用它制作的娘部落 有一致刀伤 枪伤 毒伤的奇特功效 未成的这一戏话 让考察队充满了好奇 世界上真的有不死草存在吗 我们又到哪里能够找到它呢 通过走坊瓦一考察队得知 半截藤这种神奇的草药 只生长在阿瓦山神坑的底部 而这个神坑 崖壁耸立身不见底 坑底更是毒虫蛇蟹遍布 极为凶险 这个神坑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在它的底部 真的生长着不死草吗 为了一探究竟 科考队决定 对神坑必定考察 高山之间 有多少奇异生灵 在自由生长 奇水之汉 大自然隐藏着多少 难解的谜体 山水亿万年 究竟存在了多少 灵秀神奇 国庆特别节目 山水奇观 地理中国 正在播出 历时数小时的行进 考察队能否顺利找到神坑 雨林深处 用隐藏的那些危险 西地节目 山水奇观之 雨林仙草 地理中国 正在播出 据向导介绍 神坑距离翁丁村 只有十几千米的距离 它为考察队设计的路线 是沿着崖壁 穿越热带雨林区 逐步向位于山顶的神坑靠近 此时虽然还只是夏初季节 但热带雨林中 弥漫着高温潮湿的空气 行走期间 犹如置身在桑拿房中 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 一路上 随行专家不断地提醒队员们 要及时补水 以免造成脱水 发生补测 一个多小时后 考察队来到了一处崖壁之上 只见一条河流在山谷中穿过 向导告诉记者 这条河叫南滚河 接下来 考察队员就要沿着河边的崖壁 向山顶攀登 崖壁和河谷平壁之间的角度 接近九十度 行径过程极端凶险 我这儿有点悬的感觉 这个枝子应该记得住吧 与林里的地面上堆积着厚厚的落叶 脚下难辨虚实 队员们只能借助手边的灌路头外 保持住身体的平衡 一不小心就有坠落崖下的风险 环境的异常艰险 让大家的行进速度极为缓慢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考察队走了还不到三百米 就在这时 前方的向导传递过来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 一段崖壁被几天前的大雨冲出了一个缺口 无法通过 一时间队员们在崖壁上进退两难 难道说就此放弃对神坑的考察吗 要想继续完成科考 如何通过已经冲塌的路段呢 这时向导建议 考察队可以先下到河谷里 汤水绕过这段塌方的缺口后 再上岸向山顶行进 可是近乎垂直的角度 让考察队员们下到河谷的过程 费尽了周折 这树生长在崖壁上的灌木藤外 队员们好不容易来到了河边 行走在浑浊的河水中 记者感到脚下乱石密布 极为湿滑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扭伤脚踝 考察队一路摸索着 在河道里慢慢行进 就要从这边绕是吧 这里直接走这边太深了 一个多小时后 向导预计已经走过了他方的缺口 考察队这才上岸休着 向导告诉记者 此处距离神坑只有不到一千米的距离了 不过这最后的一千米 却是一个从山腰向山顶攀爬的艰难过程 神奇的不死草 是否真的生长在天坑内部 一尽艰辛 考察队又能否找寻出最终真相 系列节目 山水奇观之鱼鳞仙草 跌跌中国正在播出 一路向上 海拔已经从五百度米上升到接近两千米 向导说 神坑就在前面 远远看去 只见在山峰的顶部 有一个巨大的坑洞 直径大约在二百米左右 通过对神坑的形态 还有附近岩石的观察 随行专家 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的 张世涛教授确定 阿瓦山的神坑就是一个塔斯特天坑 他告诉记者 这个坑的深度很大 高度的差异会造成温度和湿度的不同 进而导致坑洞中的植被 形成了梯度分布 从底下是一些芭蕉 然后树螺 往上慢慢的你看这个变成了一些 主要是一些这个藏里的阔叶树 主要是一些粒类 再到往上再高速的话 就出现一些落叶阔叶林 天坑的底部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神奇的不死草 又是否真的生长在天坑里呢 要想破解这些谜题 考察队就必须下到坑底 可是张教授在仔细观察了天坑的形态后 却发现整个天坑的周围都是垂直的峭壁 如果不借助专业的工具 很难下到天坑的底部 考察队员倍感沮丧 难道就这样无缘见到不死草了吗 这时 向导提供了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 三年前 曾经有一个中外联合探险队 下到过天坑底部 拍下了珍贵的影像 考察队通过向导 拿到了录像资料 据当时的探测 天坑直径184米 深235米 是云南境内发现的最大的天坑 在天坑底部 探险队看到一片完全原始的生物世界 分布最多的是 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的梭罗和董宗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热带植物 其中就有一种叶片半截的藤本植物 经过专家确认 就是被称作不死草的半截藤 这种植物确实有解毒疗伤的功效 由于很多伤重者 在就之前 往往会昏迷不醒 当涂抹过半截藤后 就会苏醒过来 因而被人误以为能够起死回生 半截藤也就有了不死草的称号 研究录像资料之后 考察队扩大了科考范围 进而又在一平方千米区域内发现了六个规模较小的天坑 这七个天坑构成了一个宛如众星捧月一般的天坑群 张教授说 阿瓦山一带分布着大片的石灰岩 这是形成地下溶洞 暗河 天坑等 喀斯特地貌的物质条件 可是要想形成如此规模的天坑群 还必须要具备一个关键的因素 水 那么这些水来自哪里呢 通过对阿瓦山地形地貌以及气候环境的考察 张世涛惊喜地发现 苍原阿瓦山所处的这一区域 虽然面积不是很大 但在地质学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是划分太平洋水系和印度洋水系的重要分割点 张世涛教授说 阿瓦山地质地形的特点 直接影响到了这一区域的深海特征 几条南北走向的山脉 阻挡了从印度洋过来的大量水汽 在阿瓦山形成了丰富的降水 使得这一区域成为典型的热带与林气候区 各种珍稀植物再次生长繁衍 成为名副其实的植物王国 与此同时 大量的降水对当地石灰岩中的纵向裂系 进行切割与融食 从而造就了阿瓦山地区 规模庞大的天坑群 随着苍原这片土地上的神秘面纱被一一揭开 围绕阿瓦山地区的各项科学考察 也将逐步开展 成为地区专家们新的研究课题 采访结束的时候 专家告诉记者 阿瓦山里之所以会有大量的珍稀动植物资源留存下来 不仅有地形气候的因素 也有人的因素 在苍原99%以上都是山地 平坝的面积不到1% 瓦族人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 繁衍生息了几千年 也就是在和自然抗争的过程当中 瓦族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 也许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实写照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郑春 明天见